所以我们谈颂学一定要从隋唐说起 那么隋唐时期它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尤其是在士大夫精神世界里 它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佛老的兴起 佛老的兴起 那么这个时候的士大夫的精神的趣味 不是根本上佛教的就是道教的或者道家的 这个时候儒家的衰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出现的 以至于到了唐代 有明确的儒家的自我身份认同的人 都已经变得非常少了 即使有一部分士大夫 他认为自己是儒者 他也不再明白儒之所以为儒的根据所在 那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中满堂出现了儒学复兴运动 大家要注意只要谈复兴 就是一定是因为此前衰弊已急 衰落到了极点 你严格意义上讲不能再衰落 那么大家注意 中满堂的儒学复兴运动的核心人物 当然是韩玉 而韩玉的这个著作当中 我们都知道韩玉代表性的这个著作 主要是五元对吧 其中的核心是元道 我们今天回去读韩玉的元道片 我们将会发现 韩玉的那个焦虑是全方位的 他发现中国固有的这个生活道路受到了根本的动摇 从政治 社会 经济生活 理俗 就是我们说这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习俗 以及根本的价值观 是全方位的冲击 所以你去看到 韩玉 你有时间大家可以回去读这个元道片 我们可以看到是全方位的冲击 所以在这个时候 儒学复兴运动承担的 其实不仅仅是儒家的问题 其实是理性的生活方式 是否还可能的问题 唐代的宗教迷狂啊 是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对吧 这个我们从这个韩玉的建营佛谷表 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很清楚 就是这个 这个营佛的植骨舍利 那个整个社会陷入到的那个迷狂 这是佛教的影响 道教 唐代的皇帝 以及唐代的王公大臣们 都在普遍的服侍金丹 所以这个时代的人 一方面我们知道 很多人都说隋唐 就一谈我们这个中国文明一讲 就要讲大唐盛世 我们一讲 常常就讲汉唐 其实汉跟唐并列是不对的 唐我不认为它配得上汉 为什么 你去去看汉人 汉代这个人生活的是极自足的 他有一种无比自信的感觉 你看汉人的所有的艺术作品 都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自信 这个自信 感觉让我们感觉 它好像是已经洞悉了这个世界全部的秘密 没有什么知识是他不知道的 即使他自己不知道 他相信有人知道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我觉得人最恐慌的就是自己不知道 然后发现也没人知道 也不认为有人知道 这个太恐怖了 你自己可以不知道 但你知道有人知道 比如看人 他会认为 这些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你像董仲书 像杨雄这些人 他们洞悉了这个世界的全部秘密 所以在那个汉帝国的意识形态 其实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 大一统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格局 所以这个格局里面 它包含了生活当中 从生到死 一切环节的安顿 所有的知识 好像都安顿好 但是唐不是这样 唐代士大夫 精神实际上是非常空虚的 他内在是没有做得主的东西的 所以我经常批评唐代的士大夫 我对一说话就讲唐代 我是挺反感的 唐一共治的好的时间 有几十年呢 对不对 到了中唐以后 在历史上我们都不说晚唐 我们一般都说残唐 残废的那个残 对不对 我们一说常常说残唐五代 你后面就根本就不行了呀 这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上讲 从士大夫精神世界 一方面 这个文学艺术各方面极度兴盛 好像经学也非常发达 五经正义在这个时候也出来了 但是实际上士大夫精神当中 根本就没有做得主的 的那个精神 没有意义贯之的精神 唐代士大夫普遍人格分裂 包括韩玉 韩文宫都不可免 这韩玉 我觉得大家要想要想知道这个 韩文宫精神的这个分裂 去看两篇文章 一篇是剑迎佛谷表 一篇是潮州卸上表 他剑迎佛谷表以后 他就被贬潮州 到了潮州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马上写潮州卸上表 在潮州上了一道奏章 向皇帝求情 你赶紧那个意思 就赶紧把我弄回去吧 这地儿太热了 对吧 这我受不了了 这个哪行啊 对不对 我错了 就整个那个潮州卸上表 你就觉得这么一个大君子 居然在那撒娇 你简直不能相信 这是韩文宫的文章 但这确实就在韩文宫文集里 这确实就是同一个人写的 然后你再看白居易 同情普通百姓 麦探翁写得多好 独知 令人 这个 想要堕泪 对吧 你再看看他 写那些香艳的诗句 杨柳小蛮腰 樱桃樊宿口 全他写 此人生活极度奢秘 不是一般的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所以北宋 士大夫 普遍瞧不起 唐代士大夫 人家北宋 士大夫是什么样的人 对吧 顺境的时候 是一个样子 逆境的时候 是同一个样子 即使像东坡这样 比较偏于财情一脉 不板着一个道学面孔的人 你看东坡一辈子 被贬了多少地 你看人东坡在那个时候 人家撒过胶吗 没有啊 人家还不是 逐杖盲邪 轻胜马 谁怕 一说烟雨 任平生 最后被贬到海南 到了中秋节 人家就能写出那样的句子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那相比于唐代的那些文人 那东坡简直 就是云端当中的人 不会因为困顿 而困破失智 不会因为得智 而轻浮造作 这是北宋 北宋士大夫人 所以我是 回到这个地方 你们去读 宋人的这个文集 我是跟很多朋友都推荐 第一读宋人的文集 第二读宋人的笔记 你去看人家宋人的笔记 那笔记体 本来都是零碎的东西 宋人的笔记 是在极小的地方 都蕴含着极高的 和整体性的理解 对吧 我有一段时间 特别喜欢读梦西笔潭 神阔这人格 还是受诟病的呢 对吧 你去读这个 司马蒙公的树水济文 对吧 你去读这个南宋的 这个荣灾水笔 你去读读这些人的 这个东西 就是零碎的小笔记 人家里包含 那个整体性的人格 整体性的思考 那这样的东西 从何而来 这样的东西 从道和理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这个字 没那么重要 这样我们今天很多人 这个 非得顶这个儒家的帽子 恨不得要发 儒家入场券 入不入能怎样呢 你人最重要的是何道理 你说那东西没道理 你顶个儒家的帽子 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你注意 唐代的儒学复兴运动 到了宋代延续下来 其实我们把它统称为 唐宋儒学复兴运动 儒学复兴运动在宋代 是整体上呈显为宋学 但是宋学不是道学 道学只是宋学当中的一支 这个大家要注意